欣彩 怎么没有了呀 可能是录制的时候 新号有干扰吧 那那他这样算是什么 临终一言吗 我觉得大哥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搞什么呀他 我看到这些以后 我有变得更冷静吗 没有 大哥有没有可能回韩国探亲了呢 你说他回韩国了是吗 我只是说可能 我是不是找到答案了 蓝姐蓝姐 你千万别误会大哥 我看你们两个真是狼狈为奸 你知道什么 一五一十全都说出来 我也就知道他是韩国人 什么暂时离开啊 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其实就是想好了回去找钱女友 什么车祸啊复仇啊 其实都是对钱女友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你告诉我 宋康浩在哪儿 以后要去哪儿 我不能告诉你 你想死吗 我死也不说 绝对不出卖我大哥 好 你不说也行 你的好大哥习惯玩消失 我让约恩惠 马上从你的生命里消失 你想知道什么 你让我的天啊 你留在乱阶上 那你也知道 documents 你肯定在那儿 我适楼都关心了 那你也要过去 你的壶的帮助 我那眼不是调到你 你也不走 我现在不走 она就不走 听到什么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加害青岚了 不管她是谁 当我折死 我也一样吗 你是不是疯了 疯的人是你 我真后悔没听青岚的劝告 一意孤行地跟你在一起 你把我们姐妹几个搅和的一团走 你现在还要再三在加害青岚 马上去换衣服 陪我去发布会 如果我拒绝的话 你认为你能阻止我吗 别自以为是了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的人是你 我以为在你心里 我是很重要的 我没想到 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你的妻子里利用的工具 你要干什么 你 上 你说我会不会被认出来 自然点 就你化成这样 我妈都不认着你 不可能 我第一次觉得我哥这么道貌让人啊 很快 很快你就会喜欢了 接下来 请允许我为大家请出 本次新项目的全程代言人 人气明星 Barris 谢谢 为了大家好 我们还是分手吧 求求你别走了 宋开浩 你给我回来 宋开浩 唇室 认识啊 那个 只不过有 有点眼熟 不会是你的EX吧 没看出来啊 小子 还挺风流 品位也没错 我的事你少管啊 我是要提醒你 你现在有青蓝了 别忘了咱们是来干嘛 我看被现实迷惑的人 是你的 是 是 这玩意不会被发现吧 你怎么还没完事啊 我找个合适的地儿 你是不是有强迫政策 就放这儿吧 我就 你 你干嘛呀 刚救了你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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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lation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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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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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您了解我所需要的 并不是纸上的这些东西 而是您啊 父亲 我希望您了解我所需要的 在浩瀚夜空 清醒耀眼闪亮 宁静和谐自然 相互相依相伴 残月浓妆打扮 依旧古色暗淡 孤单的原地转 无人为他添光满 我是不是申盖利益独牢 不是人来的 所以会有没有人 无人是谁出门 所以会有病 没有人不属 所以我会被人失去 所以有病人有病 所以我们能够制造工 如果有病人有病 但是不要紧张 所以你有病人就不义 接下来一定会考虑 好 人说要准备了吗? 都准备好了 不要紧急 好 好 那么前面和前面都会计算 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过来啊 就是啊 实际上是个万奶的 还有经纪人说的 必须要总监警别人 亲自跟他对流程时间跟妆容 不然他不出来拍摄了 虽然是个事实 但也不用说得这么坦率吧 蓝姐 那怎么办啊 跟我来 请问 您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准备好 我们要开始拍摄了 您好 我是青岚 中国社会的时尚总监 青岚 我是青岚 这次拍摄的负责人 听说你们这有一个韩国的摄影师 叫宋康浩是吧 不过今天不是宋康浩先生为您拍摄 是我们旗下的另一位摄影师 你这什么意思呀 我是为了他才答应今天的拍摄 如果不是他拍的话 那我让我经纪人取消今天的拍摄了 对不起 您 您的意思是 如果宋康浩不来拍的话 您就不拍了是吗 那请你赶紧联系他吧 谢谢 姐 怎么个意思啊 她说除了宋康浩以外 不让别人拍 现在你赶紧联系还来急吗 人家真是大腕来着啊 人家小明星 领多指定你买紫联的咖啡 哪有人指定摄影师的啊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去宋康浩家把他接过来 带到我这里来 现在你赶紧联系还来急吗 快去快去 不用了 我刚刚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他应该很快就会到了 那看来您跟他很熟是不是 是吗 我先进去了 康浩 辛苦你了 我每次一打电话 你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咱们开始吧 那咱们开始吧 非常好 来 再给我点感觉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吧 帮下来换衣服 你是不是累了 最近飞得有点多 所以有点累了 有点多累了 你会换完衣服 多休息一会儿吧 我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就我们两个人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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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т 好 好 好